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上一个章节内容的学习 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在酒店 in hotel 那么,在德国住酒店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大家如何去德国住酒店呢? 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那么,我们大家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如何在德国酒店里面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和沟通呢? 好,那么,大家先看一下在酒店这个词 怎么说? in hotel 那么,跟英语的酒店是一样的 好,那么,当大家到达酒店的时候 那么,当然是去酒店的前台咯 那么,前台会怎么说呢? Guten Morgen Wilkommen Sie in on the hotel Guten Morgen 就是早上好 早安的意思 Morgan是早上的意思 Wilkommen 就是欢迎的意思 欢迎什么呢? in 在 或者来的意思 on the hotel on the hotel 是我们的意思 什么呢? 我们的什么呢? hotel 酒店 好 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吧 Guten Morgen Guten Morgen Wilkommen in on the hotel Guten Morgen Wilkommen in on the hotel 早上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酒店 好 很简单 那么,你们在回答的时候呢 就可以说 Guten Morgen 回答 Guten Morgen 那我们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么,当然 前台会问你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看 Is Ihnen helfen? 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在德国 前台还有服务员的时候 前台或者服务员 都有时候会说这句话 看 是能 一起是我 I는 是您 Helfen 是帮助的意思 好 那我们来一起念一遍吧 看 I I는 Helfen 我 能帮助你吗? 或者是 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Kan Ich Ich möchte 就是我想 By 就是在 在谁那里呢? Innen 在您这里 干什么呢? Ein Zimmer 一个 Zimmer 房间 H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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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的意思 Ich müchte 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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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en Ein Zimmer Haben Ich möchte bei Ihnen ein Zimmer haben. 是的,我想要在这家女社住宿. 那么服务员就会问你 您有没有预先预定房间呢? haben是有 they是您 ein是一个 zimmer是房间 for besteit 是预先预定 预定的意思 for besteit 预定 您有没有预先预定房间呢? 我们一起来念一遍 看他是怎么念的 haben sie ein Zimmer for besteit? haben sie ein Zimmer for besteit? 有没有预先预定房间? ja Ich habe durch das Heisebeho in Taipei ein Zimmer besteit 好 回答 我们看一下什么样回答 是 我在台北的台湾旅行社 预定过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翻译 ja 就是是的 Ich habe 我有 有什么呢? dosh 通过 das Heisebeho 就是通过这个旅行社 in Taipei 在台北 ein Zimmer 一个房间 Zimmer是房间 besteit 预定 预定 我有在台北 通过 什么呢? 通过孩子旅行社 通过旅行社 预定 房间 好 我们念一遍 ja Ich habe durch das Heisebüro in Taipei ein Zimmer besteit ja Ich habe durch das Heisebüro in Taipei ein Zimmer besteit 是的 我在台北的台湾旅行社 预定过了 好 那么紧接着前台就会问你 姓名啊 什么之类的 那么这时候怎么说呢? 他会说 Darf Ich om ihr Namen bitten Darf是允许 Ich是我 Om 借词 没有实际的意思 表目的 那么 目的是什么呢? ehen Namen ehen是您的 Name是名字 Bitten 请求 那就是我允许 我可以 请求 知道 您的 名字吗? 好 Darf Ich Om Ihen Namen Bitten 我可以 问您的 尊信 大名吗?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吧 Darf Ich Om Ihen Namen Bitten Darf Ich Om Ihen Namen Bitten 是的 先生 请问 尊信 大名 好 那么您的回答 就要回答自己的姓名了 您可以这样说 My name is 张大 我的名字叫张大 My name 就是 My 我的 Name 名字 is 是 张大 好 大家一起念一遍 My name ist 张大 我叫张大 好 我们下面去看 好 那么 您是 接着会这样问你 Haben Haben Z A Fair Guinstigung Od Gutschein Fan Heise Büro 您 有旅行社的优惠券 或兑换证吗 我们在这里 把它翻译成优惠券和兑换证 那我们看一下 Haben 是有的意思 Z 是您 Ain 是有一个 Fair Guinstigung 就是优惠券的意思 优待券 优惠券 Od 或者什么呢 Gutschein 兑换证 对换证 Gutschein Fan Heise Büro 旅行社 您有旅行社的优惠券 或者兑换证吗 那么大家要知道 一般情况下 旅行社会给大家提供相关酒店的优待券 或者是兑换证的 在德国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 基本上每家酒店为了在营销方面做得更好 会推出自己的优惠券或者兑换证 Fair Guinstigung 就是优惠券 你可以享受打折的优惠 Gutschein 就是有面值的一些票券 它是有面值的 那么这个面值你可以在这家酒店用来抵消你的租储费的 所以它叫Gutschein 它和打折Fair Guinstigung和打折券 Gutschein和Fair Guinstigung打折券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如果有这些的话 那么同学们 你们在德国酒店的住宿会相对便宜很多 那么大家以后再进行再去旅行社或者是资助游的时候 那么大家可以相应的留意一下这些优惠券或者兑换证 那么现在网络发达之后 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在网上得到的或者购买的 那大家要随时关注网络哦 好 那么我们一起把这句话念一遍吧 Haben Sie eine Vergünstigung oder Gutschein von Heisebüro? 你有旅行社的优惠券或兑换证吗? Haben Sie eine Vergünstigung oder Gutschein von Heisebüro? 你有旅行社的优待券或兑换证吗? Ja, einen Gutschein 是的 一个兑换证 Ja,我有一个Gutschein 好,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 Ja, einen Gutschein 是的 Einen是一个 Gutschein是兑换证 Ja, einen Gutschein 我有一个兑换证 好 那么紧接着 你把兑换证给他之后 那么前台就会检查了 Einen Augenblick her John Einen Augenblick her John Einen Augenblick her John Ich muss einmal nachsehen 好,就是请等一会儿 张先生 我要查一查 让我看一看 意思 好,让我们看一下 Einen就是一个 Einen Augenblick 我们前面说过 就是眼睛眨一下 Blick 就是刷地眨了一下 那么很形象的一个声音的一个词 眼睛眨一下 就是眨一眨眼的功夫 那就是等一会儿的意思 Her John,张先生 Her是先生的意思 张先生 怎么样呢 Ich muss Muss,必须 Ich是我 我必须 Einma 一下 一下 什么一下呢 Nachsehen 检查 一下 必须Nachsehen 必须检查一下 好 就是请等一会儿 张先生 我要查看一下 好 那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吧 Einen Augenblick Herzang Ich muss Einma Nachsehen 好 我们再念一遍吧 Einen Augenblick Herzang Ich muss Nus Einma Nachsehen 请等一会儿 张先生 我要查一下记录 我要查查记录 好 那么 查完之后 紧接着他就会问了 Wi fieh Uber Nachtung Wollen 是过夜的意思 那么 Wollen 是想要的意思 Z是您 您的意思 Haben 是有的意思 那么 您 想要 想要 Wollen 想要 想要什么 想要有 有什么呢 多少 多少 然后是过夜 过夜 那么意思就是说 您要 住宿 即晚上呢 您要住宿 即晚上呢 Wi fieh ÜberNachtung N Wollen Sie Haben 好 我们 一起念一遍 Wi fieh ÜberNachtung Wollen Sie Haben Wi fieh ÜberNachtung Wollen Sie Haben 你要住宿 几晚 好 回答是 DHai 三个晚上 DHai 三个 你要说DHai 就是三个晚上 好 那么 服务员会这样说 Wi fieh Haben E Ein Z Z Z M MIT DUS 我们有一间 富有 领域设备的 单人房 Wer 是我们的意思 Haben 是有 Ein 是一个 Ein Zimmer 是单人间的意思 Ein Zimmer MIT DUS DUS 就是 领域的 领域间 有领域间 当然是 它是指 喷头的意思 喷头的意思 德国的房间呢 有 Ein Zimmer 当然 也有 Dopper Zimmer Dopper Zimmer 很简单 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单词 大家看 Dopper Zimmer 就是双人间的意思 Dopper是双人的意思 Dopper Zimmer 好 那么大家在 预定酒店的时候 可以根据情况看 自己是定一个单人的房间呢 还是双人的房间 都市 就是领域 当然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用喷头的内容 那么 那么还有一种领域设备呢 是 是有浴缸的 那么有浴缸的呢 就不是都市了 而叫BUT BUT 好 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讲 那么大家 记住这一点 都市 就这个都市 好 那么 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吧 我们有一间 富有领域设备的单人房 怎么说呢 Wir haben ein Einze Zimmer mit 都市 我们有一间 有领域设备的 单人间 Wir haben Einze Zimmer Mit Dusche 没有一间 富有领域设备的 单人间 好 这就是 好 那么下面 他就会说了 Mit Dusche Oner Bart Wa呢 Wa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领域的 但是 没有枣钢 是吗 没有浴缸 是吗 好 都市 就是领域设备 就是说 那种有喷头的 那么 巴的 Wa呢 就是浴缸 浴缸 那巴的 就是 就是 有浴缸的 洗澡间 又就是 就是浴缸的意思 就是澡缸 好 那我们一起来念一遍 怎么说呢 Mit Dusche Oner Bart Wa呢 Mit Dusche Oner Bart Oner Bart Wa呢 Wa呢 你浴缸 没有浴缸 是不是 然后 你可以这样说 Ish Müchte Ein Zimmer Mit Bad 我 Ish Müchte 想要 Ein 一个 Zimmer 房间 Mit 是有的意思 有什么呢 Bad 早缸的意思 Bad 就是早缸 那么合起来就是 我想要有一个 有早缸的房间 好 那我们念一遍 Ish Müchte Ein Zimmer Mit Bad Ish Müchte Ein Zimmer Mit Bad 我需要有一个 有早缸的房间 Toot Me Light Wir Haben Wir Noch Ein Zimmer Mit Dus 对不起 我们只有一间 有礼遇的房间了 Toot Me Light 就是 对不起 我很遗憾 我很遗憾 对不起的意思 那么德国人在说对不起的时候 非常喜欢说 Toot Me Light 大家注意这一点 一般情况下 很少说 Ant Schulig Ant Schulig 也是对不起的意思 但是德国人很少说这个词 他们会说 Toot Me Light 对不起 这是他们比较常用的 Wir Haben 我们 有 什么呢 No 只 仅仅 还 No 仅仅 只有一个什么呢 Ein Zimmer 一个房间 Mit Mit 有 或者附带着 都是 领域的 合起来就是 对不起 只留下了一间 领域的房间 那么 这个时候 没有办法了 大家看 怎么说呢 对怎么说呢 我们来 念一下 Toot Toot Me Light Wir Haben Nur Noch Ein Zimmer Mit Dusche Toot Me Light Wir Haben Nur Nur Noch Ein Zimmer Mit Dusche 对不起 只留下了一间 领域的房间 Aber Ich Habe Dass Zimmer Mit Bad Bestellt 但是 我预定的是 有 有 浴缸的 房间 房间 Aber 但是 Ich 我 Habe 有 Dass Zimmer 这个房间 Meet 什么呢 Bad 附带着 附带着 浴缸的房间 Bestellt 预定 就是说 我预定 但是我原本 预定的是一个 有浴缸的房间 对不对 好 大家可以这样说 Aber Ich Ich habe Ich habe Dass Zimmer Mit Bad Bestellt 但是我预定的是 富有浴缸的房间 啊 浴缸 好 我们再念一遍 Aber Ich Habe Dass Zimmer Mit Bad Bestellt 但是我预定的是 有浴缸的房间呀 好 那么这时候 这个时候肯定 那么今天晚上 那么是不能有了 因为他只说了 只剩了一间 那么我们就可以问 是否明天或者后天会有呢 那么怎么说呢 Kan ich Mogen Ein Zimmer Mit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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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komen 明天能给我 附有浴缸的房间吗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明天 Kan ich Mogen Mogen 是明天的意思 Ein Zimmer 房间 Mit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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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带着什么呢 浴缸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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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念一遍 是明天可以 怎么说用德语 yeah as get Morgan yeah as get Morgan 是的 明天可以 当然如果是明天依然不行的话 那他直接就会 说 night took me a light 那么大家只要听到night 或者took me a light这样的词 那你们就知道 明天和后天都不可能了 都不可能了 好 那么至少 但是至少今天 是肯定不能住了 那么这时候 你就要说 那就凑合吧 那么好 那么怎么说呢 dang muss ich weiter das Thema mit Duschen nehmen dang就是 有然后 那么的意思 那么 那么 今天 就只能住宿在这间房间了 dang 那么 muss 就是 必须的意思 muss 必须 必须 我 我 我必须什么呢 white 今天 dang dang 这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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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 附帮 附带着 喷头的这个房间 喷头洗澡间的房间 好 我们一起念一遍吧 dang dang muss 住在这间房子咯 好 那么您同意之后 那么前台的 前台的服务人员当然会很高兴啦 接着就会说这句话 Bitte fühlen Sie das Formular aus 那么 Fühlen是填写 Aus 是借词Aus Fühlen是一个 是一个可分动词 是一个连在一起的动词 那么在用的时候 要把Fühlen放在前面 Aus放在结尾 意思就是填写的意思 Fühlen aus Bitte就是请 请你干什么呢 Z是您 请您干什么呢 Fühlen填 Dus是这个 Formula是表格的意思 表格的意思 那就是请你填写这个表格 或者卡片 好 那我们一起来念一遍 Bitte fühlen Sie das Formula aus Bitte fühlen Sie das Formula aus 请填写这张卡片 或者这个表格 Ja, gang 当然没有问题 很乐意 Gang就是乐意的意思 Ja, gang 好,那么下面就是什么呢 Hang, das ist der Schlüsse für Sie Zimmer 527 Zang先生, das ist der Schlüsse für Sie 为您 这是您 这是您来说 这是您的 527房间 那么德国念房间号的时候 都是按数字 五百多 五百二十七啊什么的 那不像中国是五二七 不这么念 直接就是五百二十七 那么五百二十七的念法呢 五百二十七的念法呢 五百二十七 五百二十七 那这个数字呢 我们会有这么单独的一张 给大家讲解 如果大家对这个 对这个数字五百二十七 为什么这样念不理解 大家可以详细看 我们的有关 时间和数字的解释的 那部分的章节的内容 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不做过多的解释与描述 那么大家来一起念一遍 怎么说 我会答你 太终于 inv综 我说 Spain 是宏子的 秘密 Fünfhundert sieben und zwanzig 张先生 这是您房间的钥匙 527号房间 那么你会问 那么德国的酒店会比较高 当然大家尽管放心 因为德国的建筑物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矮的 大部分酒店不会超过两层楼 或者三层楼 当然你依然可以问 In welchem stockwerk stockwerk是几楼 是哪一个 in就是在 在几层楼呢 好 我们来说一下 In welchem stockwerk in welchem stockwerk 在哪一层楼 在哪一层楼 回答 in fifton fifton是第五的意思 in fifton就是在五楼 我们一起来念一遍 in fifton in fifton 第五楼 fifton是叙述词 第五的意思 在这里呢 需要说一个现象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德语的几楼跟几楼 跟中国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说一楼 那么第一层 我们叫一楼 就是说在地上的 这一层我们叫一楼 那么第二层我们叫二楼 但德国是相反的哦 德国的第二层是一楼 那么第三层是二楼 第三层是二楼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五楼的话 那么是我们的第几层呢 如果五楼的话 如果五楼的话 就应该是我们的第六层 当然这个电梯上的显示呢 是依然是正常的 依然会是正常的 那么德国的第一层呢 一般情况下会显示一个E E E 字母ABCDE的E 这就是第一层 就是我们的第一层 那么他们的一楼 就是我们的第二层 那么大家去德国的时候 可以仔细观察 当然 千万不要搞错哦 好 那么 那么楼层我们就说到这里 好 那么 您如果关心房屋的详细的情况 你还可以这样询问 Is there a place 是清净的房间吗 Lug是空间的意思 当然也在这里 就是指房间 Lug就是这个房间 ist 是 是什么 那 Hu is 就是清净 安静 安静的意思 那德国呢 只要说 德国人一说Hu is 就是指安静的意思 要安静了 好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念一遍 怎么说 Ist Ist Di Lager Hu is Ist Di Lager Hu is Hu is 安静 清净的意思 好 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清净的吗 我们回答是 Ja Di Lag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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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 Lager Zi Lager 相当的 Gross 大 Gross 大 Unt 并且 Hu is 安静 安静 是的 这个房间相当的大 并且 Unt 并且 Hu is 安静 并且很安静 好 怎么说呢 那我们一起来念一遍 Ja Di Lager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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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ager Gross Unt Hu is 是的 房间很清净 很宽大 相当的宽大 并且 清净 好 我们再念一遍 Ja Di Lager Di Lager Zi Lager Zi Lager Zi Lager Gross Unt Hu is 是的 房间 房间 很清净 而且 很宽大 Zi Lager Zi Lager Zi Lager 很大 Unt Hu is Hu is 是安静 并且是安静的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真的吗 Vierkl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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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德国在 德国人在表现感慨感憨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呀 或者什么之类的 他通常都会这样说 Vierklisch 是真的吗 Vierklisch 就是确定 真的吗 的意思 那么回答 你可以这样回答 Es ist In der Huigen Position 他说 你回答 肯定 真的 Es ist 他是 Es 是动的那个他 他是什么呢 In der 在 那个 什么呢 在那个什么呢 Huigen 很安静 很清静的意思 很清静的什么呢 Position 位置 Position 位置 Es ist In der Huigen Position 也就是 他是在 很清静的 房间和位置 的意思 好 那么 再往下 Profinitely 但愿如此 你们可以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希望如此 但是我不确定 那么 去看看再说吧 那么 可以这样说 Hofen 的 Lis 表达 这种愿望 当然 这里没有任何的贬义 不要觉得 大家不要觉得 是国内的 但愿如此的意思 国内 如果要是 说但愿如此呢 通常情况下 可能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贬义哦 大家不要担心 Hofen 的Lis 就是 我希望能如此 Hofen 的Lis 这个单词 Hofen 的Lis 好 那么 往下 看 那么 紧接着 你是不是 要支付房间的费用 那么 那么 这个时候 你可以问 Was Costet Das Zimmer 跟物品的价格 价格的询问 是一样的 Was Costet 就是要花多少钱 然后 Das 就是这个 Cost 就是花费 Was 是多少 多少 花费 Das 就是这个 Zimmer 就是房间 房间的意思 Was Costet Das Zimmer 意思就是说 房间 要多少钱 好 我们大家来 一起念一遍 Was Costet Das Zimmer 房间 要 多少钱 好 那么 我们今天 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We'll see uns Spatter Juizy 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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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